程式能夠打得很順的話 一定要多列席 沒別的訣竅 就是多列席 那像我打 至少 當然一定比各位經驗值來高很多 因為我每天都來打這個程式 所以變很直覺 那你可以練到很直覺 比如看到什麼樣的邏輯 你可以馬上把這個邏輯轉換成VBA程式 並且可以執行證據 那你需要的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現在職場上很需要類似有這種人 就是可以把大量資料很快 可以得到他要的這部分的結果 那才可以做什麼 後續的統計分析跟視覺化把它呈現出來 做成報表也好 那當然你要做一個決策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不然的話你資料這麼多 假設你一個校長好了 全校這麼多了 你怎麼知道哪些學生的成績高低如何 那當然你要把各班的資料先分別來看 可是問題如果你不懂了這方面能力的話 哇 那你真的很累 所以不管是在哪一個位置上 一定會有data 那data你要怎麼很快的 可以把它轉換成你看得懂的結果 OK 另外的話還有一點 這邊是一個是說法一定要加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那個註解要加一下 那至於註解要打什麼 你就可以打在這上面 這後面自己打一下 我大概就簡單了 我以我的理解 你就是 那因為每個人打都不一樣 如果都打一樣 表示你抄襲 OK 你不要跟別人打一樣 你用你 我跟各位 這個打給誰看呢 打給未來的你看的 未來 未來多久呢 一段時間之後 多久了 反正不知道 有一天你突然回頭看 剛好你工作上需要 可能未來也許你工作之後 你會說這東西太好用了 OK 你希望能夠早下班的話 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絕對必要的 為什麼有的每天一直在加班 因為事情做不完 為什麼事情做不完 因為不會用對的方法 如果像這個 這個東西 如果你還用土法鏈鋼 你會發現你每天都在土法鏈鋼 每天還再來一次 但如果你程式寫完之後的話 你只需要按個按鈕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縮排 第二個的話 註解部分 自己打一下 OK 那不要跟別人一樣 這個是作業的一部分 再來的話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其實我其實覺得 這已經算是夠簡單 因為裡面的話 基本上 第一個你可能要學會的是 FORC微圈 應該FORC微圈我們寫很多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邏輯判斷 邏輯的話 就是裡面這個兩個 這個兩個邏輯有沒有為True 如果為True就做下面是 如果為FORC就不做 所以也就如果你的清單裡面是一般 當它是一般 才會把資料複製過來 那常常同學問說 老師我要怎麼把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複製的話 其實就這樣寫 把哪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這個儲存格 所以以後 如果你想要怎麼複製 其實到底很簡單 就中間加一個等號就好了 後面的儲存格的資料 就會被複製到前面的儲存格 那也就是說中間的等號 其實不是你們理解的等於 其實應該講說 要把後面的資料怎麼樣呢 把它複製或者賦予也可以 你用複製也可以 複製到前面的意思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應該我是覺得不是那麼困難 那當然除了說一個儲存格的複製之外 還可以改成一個範圍的複製 不過這個可能要改成四了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一個範圍 如果你的範圍不只四個 可能是十個以上的話 那我建議你用Range 不過這個我想我們後面再來看 那因為一直要讓這個資料往下放 所以我會得到一個K 這個K的話其實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希望一直往下放資料的話 這個K好像我們用到好幾次了 那這個K我也經常用到 這個方法非常的簡單 反正你第一次放的就等於 第五列K等於5 那之後的話就讓它怎麼樣 當它複製一個之後的話 把K等於K加1 有沒有加了1之後再回來 那K就從5就變6了 所以下一次再判斷 那就放6 意思類推 OK 這個是剛剛的這個VBA的程式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程式不想用這個方法寫的話 其實後來我發現還有一個 另外更簡單的方法 程式更短只有四行 但是你必須學會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呢 就是在資料裡面有個功能叫篩選 這個篩選非常的重要 其實跟資料庫非常有關係 其實資料庫裡面最重要的查詢 就是用篩選 那當然那個 如果資料庫是要下一個Sequel語法 如果你對Sequel的語言不熟的話 那你要篩資料當然很困難 可是如果你把資料放在Excel裡面的話 那其實不用下語法 用篩選就可以了 那什麼叫篩選 比如說我今天按一下篩選之後的話 油標也許可以把它放在班級這上面 按個篩選 那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假如要留下一班的話 那我只要怎麼樣 有點像漏斗 我就留下一班的 你把一班打過按確定 那就會留下一班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底下的資料有沒有 哪些資料 不包含一般的 這個範圍有沒有 的資料呢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就好了 OK 那其實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這個需求 那只是說我剛剛做的這些動作 如何把它變成一連串的VVA程式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動作變成VVA程式 那基本上你就不用重做了 你只需要什麼 像它清單改變之後 最後把它恢復好了 篩選再恢復 有沒有OK 有點像這樣 就是把剛剛的東西 這個清空嘛 這個範圍是要清空 那我們可以用篩選 篩選的話記得從這邊 那這個篩選功能非常好用 以後如果你要查資料的話 利用篩選其實是相當的便利 又快速 那也不需要學一些什麼資料庫的SEQL語言 OK 那待會的話我會教各位 第二個方法就是如何用篩選 來做資料的這個查詢 其實篩選白話意思就是查詢資料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查出來 並且複製到你指定的位置 待會再來說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這個篩選的部分 就把剛剛的序則1把它複製過來一下 我們換第二個方法 剛剛是方法1 那這邊的話 你把它序則1後面加一個什麼 改成叫做篩選好了 也許我們用篩選的方式來做 那當然篩選的話 如果用我剛剛的邏輯 如果我要把它轉成VBA的話 程式該如何鑽寫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一樣在開發人員裡面 Videobasic 然後呢 鑽寫一個程式 也許叫什麼 叫做篩選好了 OK 所以你就打一個名稱 SUB 然後空一格 其實開頭都一樣 反正就是插入一個魔屬 然後插入一個SUB 那SUB對應就是一個按鈕 OK 然後呢 我如果今天要篩選的話 然後就打一個篩選 OK 然後Enter 然後程式該如何鑽寫 再來的話 其實篩選的好處 就是不需要跑回圈 那回圈的話 就是有一點像我要比對幾次 我就跑幾次回圈 可是如果篩選就不一樣 篩選的話 實際上呢 就是有點是我針對某個範圍的資料 等某一欄去做比對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告訴他是什麼 你的範圍 所以我的範圍在哪裡 我從A1一直到112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Range 我有一個範圍 範圍在哪裡呢 跟他講說 我是在一樣裡面是一個文字 A1一直到哪裡呢 到1的12這個範圍 OK 然後點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範圍物件 裡面所有的屬性跟方法 都跳出來 那其中篩選的話 就是叫做Auto Filter 所以你就打一個AU AU大概就出來了 AU有沒有 他會有一個叫Auto Filter的一個方法 方法的話一定是綠色啦 方法有點像一個動作 什麼樣的動作 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篩選 Auto Filter 但是篩選你把它選取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空一格 空一格之後的話 後面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你會發現 可以注意看一下 那個後面如果是中瓜糊的部分 那其實表示那個參數 是可有可無的 沒有沒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都是中瓜糊 意思是沒有沒關係啦 但是我們現在是希望做什麼 就是我希望查詢 所以他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只要給他兩個問題的答案就可以了 第一個問題Field Field是說 請問一下 你要針對這個範圍的哪一欄做查詢 然後要針對哪一欄 我要第一欄 因為這個範圍 班級是在第一欄 所以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1的話 指的是什麼 我要針對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第一欄做查詢 所以輸入1 OK 逗點 第二個的話他會問你 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黑體誌 黑體誌出現的話 他會問你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說 Criteria Criteria實際上1 後面那個不是L Criteria 1 意思是說你的條件 意思是說你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條件是 你幫我針對第一欄 查什麼呢 查這個資料 哪個資料 所以你可以告訴他 他會說你幫我把這個裡面 像他現在裡面的資料查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跟他講 你去哪邊查 Ranch 一樣 我們就是跟他講說 你的條件是放在H2裡面 所以你去H2裡面看一下 如果是三班 你會發現有點像是篩選 結果就只會留下三班的 OK 所以這邊Enter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第一個 所以在VBA裡面篩選 就是這樣子 範圍AutoFilter 然後跟他講說兩個需求 第一個 針對這個範圍的第幾欄 因為是第一欄 所以這個就輸入1 1的話指的是這個欄 班級這一欄 這個是查什麼條件 就是這個條件 他就幫你比 所以如果這邊三班 他就留下 篩選完之後就留下三班 OK 好 那所以我這邊用F5 我現在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按F8好了 F8是主行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他就會只留下這樣的東西 我們再來是希望把這個範圍得到的東西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摳到哪裡呢 摳到G5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第二個動作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摳過來 那摳什麼資料呢 所以再來跟他講說 我這個範圍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複製過來 哪個範圍呢 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是A1 A1到1的12 可是問題 我要複製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 複製到A 我要B 所以請你把這邊改成B 那另外的話 我這邊 B1的話是藍位名稱 我要複製藍位名稱過來 不用嘛 所以記得這邊一定要改成2 因為如果你改成1的話 你複製過來 它會連同上面的藍位名稱一起複製 那就不對了 OK 那意思是說 你幫我把B2一直到E12的資料 Copy過來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G5的儲存格 幫我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整個Call到這邊來 那這程式應該如何撰寫 很簡單 特別注意 後面的話 你只要加一個什麼 點Copy就可以了 所以再來學第二個方法 Copy 這還蠻方便的 把目前的這個範圍 那你想說 老師這個範圍裡面 裡面不是還有其他隱藏的 對 如果你點Copy的話 隱藏的是不會Call到 他只會Call 目前沒有被隱藏的資料 所以只剩下三個人的資料 Call過來 那Call到哪裡呢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幫我Call到G5 所以我只要跟他講說 Range G5就可以了 或者你當然可以寫Sales 不過我是覺得比較簡單的是 把這邊改成什麼 G5就可以了 OK 特別注意 Copy到G5 那你想說 老師你這個範圍不是好幾個嗎 那你只放一個他會怎麼樣 其實跟各位講 點Copy後面 你只要跟他講 你要Call到哪裡的開頭 左上角的位置 他會自動幫你把他延伸出去 所以你不用跟他講說 到底要怎麼複製 你跟他講說開頭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假如我執行這一行 點Copy 他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幫我Call過去了 不過因為現在還在篩選狀態 所以第三行的話 我需要再做一件事情 把那個篩選的狀態取消 篩選怎麼取消 很簡單 你就要打第一行的程式 不包含後面兩個參數 複製過來就好 這個就是取消篩選 篩選的話是說 你有做就是有篩選 沒有做就是取消篩選 OK 那把它取消篩選 那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的話 那就被我Call過來了 結果就成功了 就三行而已 OK 就這三行 不過還是會有同樣一個問題 這邊我把它改一下 這邊一樣把這個按鈕改成篩選好了 然後名稱也把它改成篩選 因為剛剛那個按鈕是班級 對應到是Fall回圈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改成二班的話 按篩選會怎麼樣 也出來了 可是問題喔 這邊還是同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要把舊資料刪掉 所以這邊會需要多一行 哪一行 其實你可以拿剛剛這一行 先把舊資料怎麼樣 把註解也把他順便Call過來好了 註解Call過來 底下的話 一樣啦 待會兒註解自己打一下 註解是必要的 所以你們現在作業的部分 自己再加一下註解吧 我還要看一下你們的註解 不要Call別人的啦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 程式就寫完 所以總共四行程式 那試一下 這邊切到一班看看 按一下 一班出來了 切到二班 二班出來了 三班 三班出來了 程式的話 基本上主要只有三行 再加上上面這一行 總共四行 這一行剛剛講過 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是 一 如何針對這個範圍去做篩選 後面給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就是你要篩選 其實就查詢哪一欄 就是針對那個範圍的第一欄 第二個逗點後面的話 就是你要查什麼 條件 查什麼 查一班、二班、三班 所以這邊的話 指向這個儲存格 OK 然後Call的話 就是從B2 你想說為什麼不從B1 如果你從1的話 它會連同 上面的這個名稱 也Call過來 所以變成說 會多一個藍尾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應該是B2 OK 不是A1 把它改成B2 然後Copy的話 它就會把資料 整個Call到 我們指定的這個儲存格 自動延伸過去 然後取消篩選 那就完成了 OK 所以兩個比較下來 你會發現 好像似乎 方法2的程式簡單很多 而且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方法非常好用 以後的話 如果你想要把某些部分的資料 快速的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 用這一招真的非常 而且程式非常簡短 就真的只有三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OK 這個可以變化非常多 甚至是把資料 大量的 把它分割在不同的工作表 其實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或者大量分割到不同工作部 也是同樣用這個方法 比如說你希望把一個很大的 一個Excel檔案裡面的資料 按照什麼呢 按照它的產品分類 你可以把它分出去的話 用這個方法也很快速 跑個回圈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程式實際上不多 但是非常的好用 OK 這個後面我們還用到 因為我們再來的話後面 我是想再延伸出去 再來就是直接就一樣 就是抓取那個網路資料 可能還是要接一些爬蟲 不過爬蟲的部分 當然網路爬蟲部分 難度當然可深可淺 所以我會斟酌一下 先想一個比較簡單的爬蟲 然後爬下來的資料 我們要做一些統計分析 其實就可以利用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做分類 OK 分類的話就Auto Filter 然後點Copy 資料就分類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再結合吧 視覺化 現在滿流行就是 再把它做成報表 然後視覺化輸出 就是讓它看起來圖表 有直條圖 有圓形圖 有折線圖 有各種圖案 讓人家一目瞭然 就知道說 比如說一個學校裡面 哪個班級的某一個成績 是比較好的 比較不好的 OK 那其實當然就很快可以知道說 這個學校的一個成績分佈狀況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快速做出這些結果 有時候其實必須還是透過程式來完成 不然的話 你要光要把你想要看到的結果看到 人工的方式不然可以 可是變成每次都要再來一次 OK 那如果程式的話寫完之後 其實很多地方就一勞永逸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篩選 另外剛剛講的四行程式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應該可以找得到 另外還有一點 請各位自行再加上註解 你程式打完不是沒事 註解部分自己打一下 用你的理解方式 告訴未來的你將來看到這一行程式 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每個人寫給未來的自己的註解 一定都不一樣 OK 所以試試看 兩個方法 兩個VPA程式 至於用Excel裡面的函數 是可以辦到 但是太複雜了 所以函數部分 我就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給各位參考 有一個參考答案 但是不見得一定需要這樣用 但是如果說你有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歡迎告訴我一下 也許我可以再加進來 試試看吧